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來是什麼呢 STM 也就是 硫酸加酸涼水 那有些課本會有些文件會寫 硫酸加酸涼水加水 那一般不太會去加水 一般不太會去加水的 有些課本會在寫還要再加水 那一般其實不需要 但是如果有用的話 千萬注意 水一定要先加 再來才加硫酸 千萬不能把水倒到硫酸裡面 這個從以前 高通化學就已經講過 水不能滴到硫酸裡面 這樣就把硫酸彈出來 就會很熱的彈出來 千萬不要 不過要加水就是水先加 再硫酸再硫酸 千萬不可以加完硫酸才加水 只是現在基本上 這一步通常不需要 都不需要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呢 所謂的SCY 硫酸可以幹嘛 硫酸可以去除有機物 可以去除金屬離子 可以去除金屬之類的 那基本上它也可以去除部分的part 它等於是多功能的 三種功能都具備 那SCY呢 又簡稱ADM 又簡稱ADM 剛剛一般你講SCY就夠了 它其實是阿摩尼亞 加它的刷氧水 加水 那它最主要是去除part 它也可以去除部分的有機物 它也可以去除部分的有機物 再來就是SCY 我簡稱叫做HPM 那它是HCL 加蒜油水 加水 那它主要去除的是 金屬離子 主要是去除金屬離子這些 好 好 看完這些之後呢 剛剛在Youtube上面找到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怎麼做的 它是個 太陽光晶圓廠的影片 你看 晶圓洗澡 花多少水 晶圓氣泡 又淋雨 所以就知道 晶圓廠多麼需要水 好 所以這個四四工作台 Waybatch 它的構造是什麼 它的材料用的是Centro 因為POP很輕鬆酸 反正就用最高等級的看 所有酸鹼的材料做 然後呢 室室工作台上有很多個孔 不避免有什麼呢 有多的酸鹼 不小心在牌內上累積 你不小心碰到 你可能就會 受傷了 所以 整個工作環境最危險的 其實就是室室工作台 因為那是有機會讓你 跟酸鹼容易不小心碰到裡頭 此外所有的機台 都只是大型機器設備 你只要小心有機械的 不要被夾到什麼就好 但是酸鹼是要特別小心的 特別小心 而且每個室室工作台 都會有抽清的裝置 都會抽清 因為你在開屏的時候 就會容易就揮發 大家不想要用肺來 clean 所以它裡面都會有抽清裝置 它有向上抽跟向上牆壁抽 一個室室工作台還有兩個抽清 一個是向上抽清 一個是向側平面抽清 確保有任何揮發器 都可以被抽掉 所以一個非常安全的屋程式 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它都是有SOP規範 就只怕建造的人 不發我SOP 那就會危險 在這種環境座事件就會危險 可是如果是在安全規格的 屋程式環境座 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一切都會規範的 非常好 一切都會規範的 然後 所以室室工作台是鐵弗 水杯也會是用鐵弗 載具也會用鐵弗 有機會碰到HF溶液的所有東西 都會使用鐵弗 都會使用鐵弗 那主要是因為氫化酸之類 用來時刻二氧化石 很好用的氫化酸 而 在化學容易當中 在剛剛講到的三組蒜片當中 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S7-1跟S7-2 這兩個酸碱 不可以放在同一個工作台 國中理化有教過 高中化學有教過 這兩個化學容易的蒸氣 如果不小心碰在一起 它會產生氯化暗 白色的物體中的氯化 你就等於產生了PART以後 你就產生污染了 所以這兩個化學容易 不會在同一個酸巢出現 如果這一個工作室工作台 已經有HCL了 二位去貿易 絕對不會在他旁邊 絕對是另外一個獨立的工作台 在用 把它放在一起的話 你就會產生暗和的危險 就可能會污染工作環境 因為它沒有你 但是它會有威力 它會產生威力 威力在半導體裡 總就是不可能認 它會產生白色的油 但是這兩個會很大 那再來 十六個副科學的時候 像剛剛的影片 它還是用人工去用量背包 可是在國家你們的 國家半導體的重心 全部都是自動背酸 你根本不用拿酸就好 否則你當中這個 很臭 阿摩尼亞很臭 一打開起來就是 蛤爛的味道 然後呢 所有酸鹼當中 你的手 要最小心的就是 這兩個 DHF剛剛講過 它的危險性在於它會使二缸 但是對人體 最有害的 是 瘤酸 剛剛講過 瘤酸的固定是 你可以驅除有機物 人的皮膚就是有機物 人就是有機物構成的 所以你只要 手一碰到瘤酸 馬上就會燒 就會感到超級怕 超級痛 輕膜酸的危險是 你碰到你沒有感覺 過一陣子才會有感覺 而你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但是瘤酸是只要一看去到 一碰到你馬上就該該叫了 齁 所以 唉 不知道該怎麼講 人的皮膚是怕瘤酸的 齁 齁 所以以前就是有那個 社會新聞有沒有 常常有人拿瘦罐 撥有沒有 齁 其實人體皮膚最害怕的是瘤酸 而一般人家從網水溶解最強 那是你要溶解所有東西的時候 最強 齁 可是 可是如果是破壞皮膚 人家是會有什麼鬼油之類的 瘤酸才是 強者 總之強者 因為它是專門扶持有機物的 齁 齁 所以各位 要小心瘤酸 但是我剛講過 這些化學容易全部看起來都跟水一樣 所以在烏城市裡面只要看到一攤不明液體 一律把它當作輕佛酸處理 齁 這是鐵則 齁 只要看到不明的透明液體 哪怕是水 你不要說學科男 那就完蛋了 齁 齁 沒有 所有不明液體 全部 齁 就是把它當輕佛酸處理 如果在工作潮呢 工作潮就簡單 因為有很多的行動 齁 有些人可以拿那個水槍 把它吹到那個把牌要就算了 齁 但是一般都會用那個吸 可以吸化學容易的像魔物之類的 齁 可以吸住他的 齁 齁 反正 沙南線出現 烏城市裡面出現任何 場域公安理 扣場屋 打電話扣場屋處理 不要是一家咬的處理 齁 你們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齁 那再回到這個章節 這個章節主要講的是 加熱資產 而加熱資產 當中呢最重要的是洋化物 而洋化物呢 一開始生長的時候 我們講過洋化器是什麼 洋 碰到系 產生二氧化系 然後形成了二氧化系 補過 後來的洋 就要穿透 二氧化系補過 再往下面 去跟底層的系 表面的系 再氧化 再掌握 然後後面的洋 再去擴散 擴散到新的表面 再繼續氧化 所以一開始的生長 氧化成很薄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氧很容易就到表面了 因為氧化物很薄嘛 它不需要很長的時間擴散 所以一來就可以反應 所以它在等什麼呢 等你表面的反應出力 所以一開始可以成長得很快 因為它不太需要擴散 因為一開始氧化成很薄的時候 你氧子 它就可以滑到系下面 所以一開始的生長速度很快 是成現性生長的 成為現性生長區 這在薄的狀況下 大量的氧氛子 只需要在氧化成 經過兩次碰撞 就可以通過氧化成形成了氧化 這身對於現性生長區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是S軸是氧化的時間 Y軸是氧化出來的厚度 你會看到 它一開始是氏氣成長 然後切成根耗基倍在成長 一開始是零年 後來是根耗 因為一開始是化學作用的反應 後來是什麼呢 擴散 我可以把你扔完 可是你擴散很怕 你還沒擴散的話 我已經反應完了 我一直在等你擴散過 所以就在等擴散的時間 這叫過散限制區 所以你會看到 當氧化成很透的時候 氧氛只要穿過氧化成就需要時間 因為它需要在一邊 一邊過散一邊碰撞 必須要穿透 已經生長出來的氧化成 才可以跟最表面的細接觸反應 成為二氧化成 那這一段區間就稱為 過散限制區 過散限制區 那這時候的生長速率 會比陷進升上去來的慢 所以一開始長得很快 後來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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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速度 第一個跟機制有關 就是不太需要擴散的陷進區 更要慢慢擴散的擴散區 而除了這個是公式 可是你會看到 這不是A跟B 這還有B 影響B的是什麼呢 你的氧氣來源是什麼 你的氧氣來源還有你的氧化溫度 都會影響到這個參數 都會這個參數 還有什麼會影響到這些 A跟B的這些參數呢 溫度 氧的來源 細晶體的 晶象 就是表面的原子密度 還有這半道理也比較 有沒有殘渣 如果有殘渣 殘渣的是濃還是帶 還有你在氧化的時候呢 你的壓力只是 一大氣壓還是低壓 都會影響到 後面它會一顆一顆的一起試 這些都會影響到氧化速度 首先我們來看 第一個 氧化速度對溫度很敏感 這是廢話 因為我們都知道 溫度越高 化學反應越快 擴散越來越快 溫度越高 然後擴散這個行為就會跑得越快 那擴散只要越快 擴散只要越快 在什麼樣的時間內 它當然就可以長得越厚 因為加溫 溫度升高 加熱 可以讓擴散速度變快 化學反應速度變快 那自然 氧化層 成長速度就會變快 因為擴散速率跟溫度層指數關係 擴散速度 擴散 擴散速度 跟溫度層指數連小而增加 那氧化速度也跟來源不換 所以一個 溫度越高速度越快 第二個 氧的來源不換 如果今天你使用的氧氣 你使用的氧來源是O2 這個氧化我稱之為乾氧 那如果你的氧氣來源使用的是H2O 也就是水蒸氣 水蒸氣的話呢 它的速度會調化 它速度調化 為什麼呢 因為O2分子 O2分子是兩個O H2O在高熱的環境之下 它會分解成7跟OH 它變成7H跟OH間 所以它在擴散的時候 不是以H2O水分子擴散 不是 它在高溫的時候會列前程 H跟OH 而行中的OH 才有氧 而OH件 O2這個東西 它的體積就比O2 O2是兩個O H是很小的東西 H是原子區為一 所以H的體積小 所以OH會比O2來的小 所以在擴散的過程當中 OH的擴散速度 會比O2來的快 所以你使用H2O 乘上兩化成的速度 會比使用O2來的快 這是第一 使用水氣的話 水氣在高溫會分解成OH跟H OH比較小 比O2小 所以它長比較快 第二 使用O2跟使用H2O 因為H2O是水氣 所以使用H2O長出來的氧化成 我們稱之為濕氧化成 水氣 而使用H2O長氧化成這個步驟 就稱之為 水氣 因為你使用的原材料是純性 所以這個長出來的氧化成 叫做濕氧化成 而整個過程就做濕氧化步驟 那相對於濕 那就是乾了 所以O2就去 叫做Dry R-Signation 使用純O2 或者是只要沒有含H的 就叫做乾氧化 所以乾氧化產生的有什麼呢 產生的有O2 還有什麼 N2O 效性 N2O也有O 一般成長氧化成 早期產生的乾氧出O2 現在都使用N2O 因為N2O長出來的R-Signal比較致密 比用O2還要來的更致密 當然長得會更慢 它可以長得更高 然後品質更高 那濕氧就會長得快 長得快 它的結構就會比較鬆散 它的密度會比較低 所以乾氧跟濕氧品質有差 濕氧長得快 品質比較差 因為它長得很快 它就比較鬆散 乾氧長得慢 所以它比較致密 它比較致密 但是乾氧就很難長得很厚 因為 因為它很低 它疾密 一二分只有大顆 所以它擴散就會很不容易 那濕氧長出來 長得快又鬆散 OH又小 所以濕氧可以長得比較厚 濕氧可以長很厚 乾氧沒有辦法長很厚 乾氧長得很厚 要超級久的時間 所以氧化過程當中 最容易停掉的就是乾氧跟濕氧 在比較 兩個氧化速度差非常多 比如說這是乾氧 這是濕氧 這是濕氧 我們會找一樣的條件 900度 來 我們就看濕氧這邊 你看乾氧在 這邊沒有到1200度 因為太高了 我們就找1000度 990度 990 1000 1000這一條 你會看到 它要長到0.2到0.3之間 0.2到0.3之間 這0.3 它16個小時才能長到0.3 滿公司的 16小時 1000度就是這一條 它能長到0.3 而這裡 0.3要多久 1000度C 0.3 不到1小時 差很多 差很多 或者是我們用同樣的時間 同樣用20小時 來你 20小時960的乾氧 能長到什麼呢 不到0.2 不到0.2 960的濕氧 20小時之後呢 已經 超過1.3 超過1.2 超過1.5 已經達到1.3 兩個臉化速度 差很大 兩個臉化速度 差異很大 所以一般回到長後 會使用濕氧 長得薄 會使用乾氧 乾氧的品質 以濕氧來的好 這要注意 再來 氧化速度跟單機器的金像有關 為什麼 因為金像不同 原子密度不同 原子密度越密呢 原子密度越密 代表什麼呢 單位面積的細原子數量多 細原子數量多 大家同時一起氧化 那長出來的二氧化性 就會更多 因為它的細原子多嘛 單位都代表面大家 一排有11個細 一排有20個細 然後大家一起空到氧 一起氧化 誰氧化出來的成績比較龐大 當然是月密的 體積就會越來膨大 月密的人就會越來膨大 所以你會看到 111的原子密度 因為比100的原子密度高 所以它氧化出來的後部 會比100來的後部 所以今天如果各位 拿到金遠駿長氧化成 就長出氧化成比0.1基 比如說這個Razor補合100Waver 長出氧化成比0.1基 大概300奈米 可是你今天買一個新的晶圓 買來是100的Waver 跟廠商說我要100的Waver 我拿去爐廣我要長300奈米 結果出來告訴我500奈米 這是真人真事 我自己遇到 我學生跟我說長出來500 我說那不代表金像店問題啊 差異這麼大 馬上打電話給你去問 廠商終於發現 它可能禍耗保護人 它原本要出100的給我 結果呢 發到另外111的給我 就趕快叫他 趕快廣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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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的方向 因為原子密度高 所以同樣是在氧化 它氧化的數量更多 所以它氧化出來的後部會更厚 所以111的方向的後部 會從100的方向來厚 所以穿的機就是原子密度越高的 氧化出來的後部越厚 那 它也跟摻雜濃度有關 摻雜濃度越濃的 你們看到 摻雜濃度越濃的 氧化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今天你的青年 如果你買來的青年 我們家裡過 在拉近的過程中就有摻雜 或者是在眼睛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摻雜 摻雜濃度越濃 氧化速度越快 摻雜濃度越濃 氧化速度越快 那 第四個 第四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果今天你的晶圓表面是有摻雜濃度 如果今天你買來的WAFER是P型半導力 就代表你的細晶圓變摻雜濃度 而在氧化的過程中 氧化是氧化細啊 那請問 銅原子怎麼辦 銅原子會跑到哪裡去呢 就告訴各位 如果今天你的晶圓是 就是 如果今天買來的晶圓是P型半導力 表面已經摻雜了不算的FORO 原本 但是原本是這個虛線的濃度分物 表面比較老 裡面比較淡 是這樣子 而你在氧化的時候呢 前面的施力可能被消耗 然後氧化出近似兩倍厚度的氧化性 而這邊的孔呢 表面的孔會傾向於往阿塞那邊走 所以就會到這裡氧化出來的時候 你表面原來這個地方還有這麼高濃度的孔 可是氧化的過程中 這裡的孔就會往裡面鑽 使得表面的孔會Sync下來 所以使得表面的孔 表面的孔會你原本預計的 你原本裡面分佈的還要比 可是如果是二十形半導品就剛好相反 二十形半導品 零跟生不喜歡二氧化性 雖然我在氧化的時候 一部分的二氧化性會被氧化 被二氧化性包住 可是呢 在氧化的過程中呢 這裡面的 看到氧化在過來的過程呢 他會嚇我後退 他想要往Sync很好 他不喜歡留在阿塞那裡 所以在氧化的過程中呢 他會pip up 累積在細表面 這個是N型跟P型在氧化過程中 表面濃度不一樣的地方 N型的表面濃度會下降 P型的表面濃度會下降 N型半導品在氧化後 表面濃度會上升 這叫P 這個叫做Dopensigmentation 這個現象稱之為Dopensigmentation 表面濃度 表面濃度會牽液 會牽液 所以P型半導體會下降 而N型半導體會開案 累積起來 會累積起來 他的散場濃度會比原本很高 因為 每一個生不喜歡在阿塞 但是某個人很喜歡在阿塞 那氧化的速率也跟湯家興有關 就我剛剛講的 就我剛剛講的 你產生OH就會比較快 所以呢 呃 如果你今天在氧化的過程中 通常 正是早期 現在比較沒這樣做 早期在氧化的過程中 因為早期的環境控制 能力沒有那麼強 沒有像現在這麼強 以前還是很容易有一些 綠磷子 大磷子 珠子之類的 就是什麼呢 管理還說健全 因為整個屋城市裡面 最大的污染物就是人 就是人 然後人只要沒有汗啊 咳嗽啊 哪個不利啊 都會有污染 都會污染 甚至手 本身就會有油脂 隨便一摸到就是有機污染 所以呢 為了進製這些人本身 可能人體本來就會吸出一些大磷子 因為人本身就只有眼霸 都有大磷子吸出 為了要去捕捉這些移動的椅子 減金竹減多竹元素 就會摻攢一些 HCl氫 氯化氫氫 鹽酸的氫 這些氣在高溫的時候呢 會吸出這個氯 這個氯分解出來會去抓 Mobile Iron Mobile Iron 就是移動的 金屬因子 它會把它鈍光 讓它比較不會變成 會移動的電腦 它會讓它中型化 可是最主要是 當你加了HCl的時候 你就等於會吸出氫了嗎 有氫存在 在氧化的過程中 只要有氫的存在 它就會有氏氧的效果 因為它就會去跟氧 結合成OH 然後呢 會擴散比較快 所以 只要你的高溫氧化過程當中 只要槍裡面用氫氣的存在 只要氫這個元素存在 氧化速度都會變快 氧化速度變快 那乾氧呢 就是完全沒有氫 乾氧的氧化過程沒有氫 因為沒有氫 它用的是O2分子 或是N2O分子 那它的氧化速度會比較好 但是它的質量也會比較好 因為它就是很純的氧 很純的氧 那 品質比較高 所以通常會拿來當作 當你要長薄的 品質又有高溫氧化程都會使用乾氧 那包含有這些 那這些是什麼 那這些是什麼 上禮拜有介紹過 課本裡面有化 告訴你 反正只要有化程 厚度是薄的 幾十個蛋以內的 幾十個蛋以內的都會使用乾氧 都會使用乾氧 那最重要就是炸幾兩八層 一定要用最高的之類的化程 所以一個兩八系統 前面講過 一個烏管包含什麼 包含有槍椅 運送系統 控制系統 還有什麼呢 氣體 這些氣體可能有什麼 可能有O2 可能有H系列的 最主要的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所有的氣體 都有一個開關法 都有兩個開關法 中間有一個 什麼呢 中間這裡可以調它的流量 這裡可以調流量 那有的是這裡也可以調 但是這裡 重點是蛋液層的 你們會看到 所有的乳管配備裡面 這個是舊的 舊的都會配什麼呢 都會配兩根蛋液 一個叫做激化用蛋液 一個叫做赤層用蛋液 這兩個蛋液差在哪裡呢 一個比較便宜 一個比較貴 一個很乾淨 一個乾淨 在我車身裡面 沒有乾淨這件事情 只有乾淨跟更乾淨 只有純跟更純 但是現在 現在的 純化技術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 現在都用很乾淨的氣體 因為這個冷氣的氣體 沒有比較便宜啊 因為現在的純化技術已經很好 都已經可以體驗出高純度的氮氣 而且是很便宜的 所以不需要分兩根的 一根就可以了 你乾淨的可以用 或超乾淨的當然也可以用 只會更好 氣體越水越好 這是早期的 那早期為什麼會有兩根氮氣呢 因為 最純的是比較貴的 那 普通純的比較便宜 而普通純的時候 是用dice的時候呢 我們上個剛才都會講過 高溫爐管 因為它是高溫 而且它要升降溫的 所以一般爐管 閒置的時候 就是沒有在進行製程的時候 它基本上也24小時空著氣 上半角度 要維持爐管維持鎮壓 比外面氣壓還好 導致什麼呢 爐管口罩一打開 氣體是往外吹的 而不是往爐管沒吹的 因為我們要知道 槍體是要最難停的 而外面的搶戶區 或是外面的製程區 我們在外面講的製程區 在進出口的地方叫做製程區 製程區的乾淨度雖然要求很高 但是槍體裡面一定是最乾淨 槍體裡面要維持最乾淨 所以槍也要24小時空著氣 所以氣就會耗費一直耗費一直花 所以那時候為了成本的考量 就使用比較便宜的乾淨氣體 可是當你weaver負載傳送進去之後 升到高溫載製程的過程中 這時候你要用的就是高純路的 淡氣 因為比較貴 但是就要用在最需要乾淨的地方 但如同我現在講的 現在已經沒有這樣一分了 就是乾淨的淡氣了 你不要跟我講不乾淨 沒有不乾淨這回事 所以 半導致場 一直使用量最大的氣體就是淡氣 就是淡氣 因為乳管要24小時通著淡氣維持鎮壓 即使你在通著氣體 比如說我要通氧氣進去了 通氧氣的過程中可能不需要淡氣 但是如果在操作過程中 我是關掉淡氣後再開氧氣嗎 絕對不是喔 我們先講過 爐管有一個很重要的貼則 必須無時無刻都通著氣體 中間不可以有關掉 換言之 當你要開一個新的氣體 關掉舊的氣體的中間 一定要維持氣體有overlay 一定要有銜接 不可以產生空撞氣 不可以說我現在 爐管沒有在用 或是沒有在進行製程 我們都通著氧氣 我要開始進行製程 我深不知道高溫的時候呢 我先關掉氧氣再開氧氣 不行 你這樣一關掉氧氣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 沒有再通氣體了 它壓力就會下降 所以會怎樣呢 會先通氧氣 穩定氧氣之後 才會把氧氣關掉 然後進行氧化 那等到氧化過程結束了之後呢 我可以直接把氧氣關掉嗎 不可以 我必須先把氧氣重新打開啦 才可以把氧氣給關掉 所以爐管的操作有一個很重要的貼則 氣體不能斷 中間的氣體不可以斷 中間的氣體不可以斷 那特本因為是它在講的是以前啊 它有兩種氧氣源 可是你就把它視為 現在都是某種最乾淨的氧氣源 那氧氣是用在什麼 還有系統閒置 還有什麼晶圓裝作 溫度提升 然後溫度穩定 跟卸糖 說穿的就是 不是在進行氧化的過程中 所有的氣體都是氧氣源 不是在制止的時候使用的氣體 全部都是乾淨的 因為氧氣是一種穩定的氣體 除非溫度超級高 不然它不太會氧化 那如果要氧化呢 會使用高純度的氧氣去氧化 那現在基本上 污染都處理得很好 所以這些什麼 以前早期會常出現的納粒子啊 什麼的下降格上 所以現在也很少在充這個HCL 因為一旦通過HCL 氧化速度一快 現在VIRESA是走向 原件微小化 微小化的過程中 氧化是也在微小化 也在活化 你一旦通過HCL 有這個氧氣存在的話 它氧化速度太快了 那早期HCL 就是氧可以去抓 金屬體質 而這個氧呢 可以去填補一些懸浮件 因為氧的原子排列 跟二氧化氧的分子排列 它們的原子之間的間距不一樣 所以一定會有部分的氧原子 沒有辦法跟氧間跡 會產生所謂的懸浮件 我們之前有講過 二氧化氧 你可以想像二氧化氧是 原子跟原子之間 距離比較遠 而氧跟氧之間距離比較近 所以導致有些氧跟氧間跡的 可是有些氧沒有黑氧間跡 就會產生所謂的斷間 因為氧它有四個 它最後一所為有四個電子 而其中有一個就會分掉 沒有東西跟它間跡 這個經濟體 我們都稱之為懸浮件 Nangling棒 而這些Nangling棒呢 就會產生 它就是d-bay 它會產生train 它在電性裡面 能帶來一個產生train 所以就靠這個氫 去鈍化這個train 綠也可以去鈍化這個train 就等於是怎樣 有個鑒鐵在那邊 五五一 就塞個氫給它 或塞個氯給它 使得它形成鑒鐵 就沒有關鍵了 所以 早期在做原件的時候 在氧化的過程中 為了原件特性卡 它都會參載一些氫 通常會是氫氣 或是氯氣 或是氯氣 或是氫氣 使得表面的懸浮件 鈍化 使得它不電的進化 可以增加它的可靠度 和它基本的變得性 這就是氏液 二氧化系的間距比較快 スリー可能間距比較少 所以總是會有部分的細圓子跟氧見解 部分的細圓子沒有跟氧見解 這些就是斷間 就是所謂的懸浮件 這些懸浮件如果你要讓它消失 就要給它折外的元素 像是氫或者是氯或者是氟 可以 只要少量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 如果在氧化過程中同位去洩溶 所以部分的氯會融在活潑裡面 並且跟氏跟二氧化系界面 間結在一起減少學復件的數量 但是可以多 因為一旦多了 氯又會跟細白層 氯化系會揮發的 所以氯太多它就不會適合 因為氯本身也是一個 浮蝕性很高的氣體 以前要學往佛氯秀典二 越往右上交走的 中期表越往右上交走的 浮蝕性越強 化球浮蝕性越強 所以 所有的東西過量都會好 就跟人吃東西一樣 好吃會好吃 吃多了就好 一樣 所以啊 像氯太多了 或是氯太多了 反而會有10顆的效果喔 你只需要少量修補的效果 但是大量的反而會有10顆的效果 所以千萬不能夠過 不要亂使用 不要亂使用 好 所以 一個典型的干氧步驟是怎樣 一根乳管還沒有在 還沒有進行製程的時候 它是閒置的狀態下 閒置的狀態下 通常就已經一直吹著氮氣 一直吹著氮氣 然後呢 乳管在閒置的時候 早期是維持在400度C 那現在為了節省時間 閒置狀態已經調到600 乳管在沒有用的閒置狀態下 一般是400或600度C的溫度 所以它Always就一直在600度C 然後沖著氮氣 好 你要開始進行製程了 怎麼辦呢 一開始 你要進行製程了 怎麼辦 好 就是換 照樣的施法 就是用比較高速度的氮氣 但是就我剛剛講過 沒有差 就是通氮氣 氮氣就是衝著 然後呢 爐管都打開來 爐管都打開來 爐管都打開來呢 晶圓放在晶州上面 放到爐管裡面 後 承載裝置就會將整個晶州 往爐管裡面慢慢推進 慢慢推進 前面講過 速度會很慢 如果太快會這樣 熱戰很縮 晶圓會彎曲 你如果讓它太快 從外面到裡面 它溫差會太大 短時間呢 會有很大的熱溢率存在 這熱溢率就會造成 晶圓彎曲 晶圓彎曲都不飄了 後面的自動化 其實就沒辦法做 所以 推入乳管之後呢 一樣 旦性通的 然後升溫 升到製程溫度之後呢 它會給它個幾分鐘 穩定這個溫度 因為溫度可能會超過 它會讓它穩定 穩定溫度之後呢 它就開始通入氧氣 通入氧氣 大家看起來通入氧氣 一般會怎樣呢 一般在關掉氮氣之前 它會讓這個氣體 OPEN LAP 一般會在五分鐘就用了 也就是氮氣開了 然後我記得開始通氧氣 然後等氧氣通了 跟氮氣OPEN LAP 五分鐘之後 我再關掉氮氣 那再換氮氣 那再換氮氣管還是一直在 一直在補入氧氣 要改通氧氣 那等氧氣通通通通 通到你的支撐時間結束 你的支撐時間到結束的時候呢 不會馬上關閉氧氣 這也寫錯 不會馬上關閉氧氣 而是先通入氮氣 氮氣通了 跟它OPEN LAP 五分鐘之後 才會關掉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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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馬上關掉氧氣 那等到氧氣也關掉之後呢 那它就回到了 製成氧氣 全部解除了 只剩下氮氣之後 就開始降氧 那等到溫度呢 降到 閒置了600度或400度的時候呢 晶圓就可以慢慢地拉出 晶圓拉出之後呢 再把晶圓拉出完 再把它關閉氧氣 就這樣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過程 而在整個製成溫度 在升溫的時候不可以太快 因為升溫升得太快 也會造成晶圓 會關軀 以及什麼呢 升溫升得太快 晶圓可能會關軀 以及造成什麼呢 造成溫度升太快 你可能會超過你的晶圓溫度 而我前面講過 升溫只要照加熱性 也都可以 但是降溫呢 只能讓它慢慢地熱破散 熱對流的流量 所以升溫太快 你看它不曉得超過晶圓溫度 比較等的時間都慢慢拉回 所以升溫不可以太快 升溫不可以太快 然後呢 升溫升得太快 有沒有造成什麼呢 我們前面講過 一個爐管主要分三個區域 管頭 管尾跟管中間 三個各自有各自的加熱線圈 你如果輸入太快 導致這三區有溫差的話 它就沒辦法進行製成 要進行製成 到三區的溫度都大到一致的時候 才會進行製成 好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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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